为了早点给默默幸福,我又接了个送外卖的活,虽然累点,但是夜里配送费高,刚收到一个大好评,五块钱打赏费进账,我喜滋滋地提着喝小龙虾,赶去送下一单,王先生你好,外卖给您放酒店前台了。 接电话的是个男人,不耐烦地问我为什么不能送来房间,我陪笑道,这是疫情规定,酒店不让我上去,正说着,他身旁传出慵懒的女声,哥哥,我们先吃点再做吧。 不知怎么的,我觉得这个声音有点像李默默,想到好几天没见默默,我胯下有点痒。 夜宵摊差不多打烊了,刚送完最后一单,我不急着回家,在酒店大堂里做了会,给默默发微信,宝宝,睡了吗? 有点想你。 李默默的状态变成输入中,电梯叮咚一声开门,一个长发短裙的女人边看手机边拿外卖,这个背影,我眼熟极了,下一秒,女人扭头,真的是李默默, 我难以置信地捂住嘴,李默默穿着酒店拖鞋,收起手机闪进电梯,手机一阵震动,他回我,我刚躺下,你也早点睡哦,好一个刚躺下,那我刚刚看见的是谁,晚上我还听同事倒苦水。 他说,咱们这种工作,半夜也要出来跑活的,老婆跟别人睡了都不知道,没准绿帽就戴上了,听着无心,没想到我还真戴上帽了,想到跟李默默谈了两年多,他是什么样的人,我还不清楚吗? 我又觉得,不能这么早下定论,说不定,只是吃点外卖做工作呢,酒店前台也打起了瞌睡,我见无人注意,悄悄溜进电梯,点外卖的男人留了房间号,电梯一路直上,还没走到门口,我就听见一阵阵浪叫,我从来不知道,李默默还能叫这么想,隔着门我都能听得一清二楚。 怎么样,我跟你男朋友哪个厉害?啪的一声,巴掌拍上肉的声音,男人问道,李默默娇笑,王总,我哪有什么男朋友? 我刚想冲进去,给这对狗男女一拳,听见这话,眼泪直接蹦了出来,我每天辛辛苦苦地,起早贪黑,为了给我心爱的姑娘更好的生活环境。 他道好,直接说,没我这个男朋友,还和别的男人上床,摘下头上的袋鼠耳朵,我哭得稀里哗啦,第二天,我也没什么精神,主管说请一天架扣一百,我又麻溜地爬起来,小张,你怎么了,不舒服吗? 同事林涛发现我不对劲,用胳膊肘处了处我,我一直叫林涛哥,把他当亲人,刚来到这座城市,我谁都不认识,林涛带我做事, 还到处给我介绍私活,刚叫了一声歌,我差点没憋住眼泪,哥,我,我没事。 林涛心领神会,怎么,跟默默吵架了? 一提李默默,我的眼泪就收不住,但我也是个要面子的,怎么能让别人知道我被虑了? 没事,我摇头,就半了两句嘴,林涛拍拍我的背,哎,小年轻谈恋爱嘛,都这样,我和你嫂子之前也老吵架,结婚后磕巴着就过来了,默默这么漂亮又懂事,你多赚点钱,早点把人家娶了,也好让小姑娘安心。 我敷衍了几句,突然想起,林涛又没见过李默默,怎么知道她漂亮,应该只是句客套话吧,李默默确实很漂亮,读大学的时候,她是我的女神,我一直觉得她是白天鹅,我是只癞蛤蟆,毕业后李默默回老家,我也巴巴地跟来,后来,她说攒够彩礼钱就嫁给我,我简直被幸福冲晕了, 无休时间,李默默跟我分享她的午餐,是一盒红艳艳的小龙虾,嘴馋小龙虾了,好想跟哥哥一起吃哦,李默默发来一个小兔子开饭的表情包,要是以前,我肯定被她填到。 现在只觉得恶心,那个男人还叫她打包带回去吃吗,想跟哪个哥哥一起吃?几个字刚打出来,李默默又问我,对了,彩礼钱你攒得怎么样了? 我们县城的菜类标准是八万八,李默默张口要十八万,连我妈都有些肉疼,但是能娶到女神,八十八万我也愿意,我对她郑重承诺,默默,你给我一年时间,我一定攒够钱来娶你。 李默默叫我挣多少给她多少,凑满十八万就带我回家见她妈,我当时身上有五万存款,为了表示决心。 我又找家里要了五万一起给她,最近晚上送外卖,我多了份收入,想等过几天发工资,一起给她个惊喜,没想到,她先给了我一个大惊喜,李默默催促,你好久没给我转钱了, 再这样下去,我就不等你了。 我心里一阵酸楚,删掉打好的字,问她,你真的想跟我结婚吗? 李默默发来一个翻白眼的表情,不然呢? 我干嘛等你,早嫁给大老板了。 李默默经常跟我说,哪个老板想娶她,叫我不要不是好歹,不知不觉,我已经追了李默默五年。 不管怎么样,最后被她选中的人是我,我想起林涛的话,或许默默只是爱玩。 等结婚了就好了,下班后,我回家补了会角,又去送外卖了,也不知道怎么想的,我多借了好几份那家龙虾店的单,每次打电话我都先让对方说,怕接电话的人是李默默, 我也不知道自己在想什么,又在骗自己什么,龙虾店快打烊了,我去李默默家附近的宾馆,送最后一单,骑上小店驴,我的心突突地跳着,订外卖的人姓林,我打了两遍林先生才接,他抱歉地笑了笑, 外卖是吧?我现在不太方便,可以麻烦你送上来吗?电话的收音太好,我清楚地听见那头传来肉体撞击的声音。 和女人小声地哭叫,这一声声地喘,我做梦都不会忘记,只是那个男人的声音,怎么也有点耳熟,捏紧拳头,我刻意压低声音,前台不让上来,我还赶着送下一单呢,你自己拿吧。 我把醒目的袋数耳朵摘了,靠在角落里小坐,差不多半小时后,两双酒店拖鞋卖了出来,面色脱红的女人是李默默,而搂着她的男人,居然是林涛,白天林涛还跟我传授她的预期之道,晚上就在床上遇我老婆,怪不得她夸李默默漂亮,原来她是这么知道的,这对狗男女。 我几乎把牙咬碎了,心里只有冰冷的恨意,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家的,我想直接把李默默删了,又咽不下这口气,他妈的,骗我两年,宣我接盘,我必须得给她点颜色瞧瞧,还有林涛,我把她当家人,她居然直接来偷家,第二天,我像个没事人一样去上班,林涛则眼圈清黑,一直趴工位里打瞌睡, 我心中冷笑,看来李默默还挺厉害的,咋了哥,瞧你这黑眼圈和嫂子一晚上没睡啊,我故意也与林涛虚弱的白手,没有没有,小孩闹了一夜,林涛的孩子刚满一岁。 老婆是全职主妇,以前我常夸林涛有责任感,一个人挑起家庭的重担,我搓搓手,郑重其事道,哥,一直以来你都挺照顾我的,我特想感谢你,要不我请你和嫂子吃饭吧。 怎么,你要离职了?林涛揽着我的肩开玩笑,我们兄弟两个,不用整这些虚的。 哥,你可不能拒绝我,我女朋友也说想认识认识你,你们还没见过吧? 搭着我肩膀的手,梳地收紧,林涛顿了一下,答应得爽快,哈哈哈哈,那也行,正好,我帮你把把关。 解决完林涛,我直接去李默默楼下给她打电话,张锦东,你烦不烦啊? 能不能别吵老娘睡觉,已经十二点了,李默默还躺在床上,声音沙哑,我一听,就知道是昨晚叫多了,压下心里的冷意,我放缓了语调,宝宝,我想你了吗? 我就在你家楼下,还带了你爱吃的小龙虾。 李默默打开窗看了眼,瞬间脸色变得很难看,她一会说家里太乱了,一会说生病了没力气见我,我仍然僵持着不肯走,正巧隔壁的桥一溜弯回来,看见我,对了楼上一通大喊,默默,你男朋友来看你了。 李默默只好开门让我进来,我今天来姨妈了。 她盘腿坐在沙发上,我尴尬一笑,默默,我就是想你了来看看你,我给你包小龙虾吃。 我扬了扬手里的快餐盒,餐桌上还摆着李默默昨天吃剩的小龙虾,汤都快臭了,夜里林涛点的小龙虾也在,连包装都没拆。 外卖单上还明晃晃的写着林先生,我真是不懂李默默,她上完床还要好顿外卖。 原来,你已经点了一份啊,我语气轻松,正要收拾桌子,李默默直接冲过来,把桌上两份外卖的单子撕了,我摁住她。 你生病了就好好休息,坐着让我来收拾。 以前我总觉得,李默默是因为我对她好才看上我,于是我加倍地坐小伏低,她就像一个女王,指挥着一只会舔人的喀巴狗,我不动声色地包了半盒,一直感觉身后有道锐利的视线盯着我。 李默默终于放下防备,去上了个厕所,我飞速起身,拿起她的手机用指纹开锁,却匹配失败,该死。 这个手机是我送的,当时李默默很感动,特意存了我的指纹,没想到半年不到,她变得这么快。 李默默上完厕所,我仍戴着手套包容虾,她开始催我走,行了,你回去上班吧,包太多我也吃不完。 我都给你包包好,吃不完的放冰箱里,我还沉浸在舔狗的迷梦中,对了,周末有空陪我跟公司的朋友吃顿饭吗? 李默默翻了个白眼,你的朋友关我什么事? 我心里冷笑,等着她变脸,是林涛就是我经常跟你提的很照顾我的那个。 啊,是吗? 李默默愣了一下,唇角站开一个浅浅的笑,那好吧,我勉为其难陪你一下。 还没包完龙虾,李默默把我推出门,分别的时候,我缠着她想亲一口,李默默皱了皱眉,直接关上门。 就在那一瞬间,我瞥见茶几下面放着一盒五方斋的粽子,前几天我们公司也发过,像林涛这种中层管理才有。 林涛居然没舍得令回家,直接送给了李默默,李默默能跟好几个男人上床,他明明不挑啊,为什么拒绝跟我亲热呢? 聊微信也挺温柔的,还叫我哥哥,一见面连句好话都不肯说。 哦,可能是群发林涛的小孩得了感冒,而我执意请他一家人,吃饭拖到了半个月后,那天下午,林涛的手机消息不断。 我趁他去上厕所,悄悄瞅了眼,全是李默默在问他穿什么好看。 他们的聊天记录很露骨,林涛直接给李默默备注小骚货,换作以前的我,借八百个胆子也不敢这么跟女神说话。 我掏出手机,对谁他的屏幕拍了张照,不动声色地坐回去。 下班后,我和林涛一起去餐厅,李默默已经等着了,他指挥林涛坐他对面,我坐他旁边,我可得隔开你们两个男人。 不然喝起来没完了。 林涛会心一笑,礼貌地做了自我介绍,两个人都像第一次见,林哥,这道韭菜炒下人,你多吃点,李默默点好菜,毫不避讳地开启玩笑。 这时,林涛的老婆张敏才抱着小孩赶来,他看着座位分配一愣,安然地坐在我对面,这是我第一次见张敏,差点停住呼吸。 他面容白净轻利,温柔的气质中揉砸了母性的光辉。 相比之下,李默默只能算一个漂亮的女孩,张敏朝我一笑,我才回过神,还好,没人发现我的一样。 除了喝林涛敬酒,我一直低头吃菜,身边的狗男女更加放肆,一见如故地攀谈,张敏给孩子喂好腐蚀,才加入饭局。 我总感觉一道轻飘飘的视线落在身上,红着脸抬起头,张敏正含笑看着我,他眼神朝下方示意,手指轻轻地点了点桌子,我假装剪筷子,悄悄往桌底扫了一眼,李默默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脱了血。 素白的脚掌隔着林涛的裤腿摩擦,他们竟然这么明目张胆,我想起那句既然要追求刺激,那就贯彻到底了。 等等,张敏居然也知道,酒过三旬,林涛去上厕所,李默默拿起手包也跟了过去,席间只剩下我和张敏,不知道为什么,我有些紧张,加个微信吧, 张敏率先开口,温柔一笑,我手忙脚乱,突然找不到扫码在哪了,最后还是张敏扫我,他的头像是一张水箱游客照,我没去过江南,却觉得江南就在眼前,林涛先回来,笑着和我画家长,时不时懒过他老婆。 一脸恩爱,我已经喝蒙了,脑子仍在高速转动,琢磨着张敏为什么要加我,难道,他对我有意思,我赶紧摇头,张锦东,你是个正人君子, 怎么能跟林涛一样无耻,一直到吃完饭,我才缓过来,林涛叫了代驾,李默默不情愿地和我钻进一辆出租,我坐视搂住他,李默默慌得一阵抖,你想干嘛? 我来姨妈了,你半个月前不刚来过吗?李默默噎了一下,一个月来两次怎么了? 就是因为你没钱,我天天愁结婚的事,才激素紊乱。 你看看你,要是你有林涛一半优秀,我还会不敢把你带回家吗?还会为结婚的事发愁吗? 我对你就彩礼这一点要求,你自己算算,多久没给我转钱了。 酒精上头,我差点反驳他,那你也比不上人家张敏啊。 还好我忍住了,我差点流泪,连抱抱李默默都不敢,默默,你再等两天,我爱你。 我说这以前说过的话,心里却再没感觉,抓紧不是一个人的事,我本来想让张敏也看看他老公什么德性,他居然已经知道了,快睡觉的时候,我仍忍不住想到这顿饭局,想到,张敏,我一定是喝醉了,手机一阵响动,张敏给我发消息,我老公出门了,你要过来坐坐吗? 我差点从床上跳起来,第二条消息跟了过来。 我老公和你女朋友的事,你也很想聊聊吧? 林涛刚刚说要回公司加班,我想你女朋友应该也不在家。 我打给李默默家的坐机,果然没人接,敏姐,要不改天再聊吧,这么晚了,我也不好打扰你。 张敏说,平时要带孩子,走不开,我抓起外套赶了过去,林涛衣着朴素,家里居然住着两层楼的院子,张敏替我拉开门,已经换好了一套家居服,坐吧。 张敏很随和,听说你执意要请我一起,先谢谢你。 天天待家里带孩子,我都快门出病了。 我不好意思地挠头,敏姐,哪里的话,而且,我也是有事想找你商量,那我们就直接说正题吧。 张敏面色一明,我需要你,帮我找到林涛出轨的证据。 张敏三言两语,道出他和林涛的故事,林涛出身贫寒,傍上张敏这根膏之后,一边哄他给家里的财产都添上他的名,一边慢慢地不着家,张敏从没起疑,直到一个月前,李默默开始挑衅他,我瞬间懂了。 张敏这是要让林涛净身出户,证据不是挺好找的吗?你可以翻翻他手机,或者找四家侦探之类的。 肯定比我专业,我找过,他应该有两部手机,张敏贪手,四家侦探不受法律保护,况且,我怎么信得过别人呢? 张敏说我不是别人,虽然他的意思只是我们目的相同,我又一阵飘飘然,作为回报,我也会帮你。 我也把我和李默默的故事拖拔而出,便说别觉得我怎么这么蠢,人生有几个五年,我偏偏当了五年舔狗,张敏叫我先拿回自己的钱,第二天傍晚,我才打电话给李默默,她已经起了,声音笔上回海雅,我激动极了,默默,我们要有家了。 我跟我妈说要娶你,她说结婚还住出租屋,太委屈你了,要给我们在这里买房子。 真的吗?李默默的音调,不由的拔高,真的。 而且,我妈有个朋友急着用钱,愿意便宜卖给我们一套房,先付一半就行。 我发给她一套房产信息,朋友的要价几乎比市面上低一半,但还是我现在难以承受的。 默默,我有点为难,我们家一市半会借不到这么多钱,全让爸妈承担我也挺不好意思的。 要不,你先把我存你那的彩礼钱给我。 我保证到时候彩礼一分不少,还加一套房。 李默默沉默了,行吧,她叹气,但是房产证上只能写我的名字。 当然,我本来就这么想的。 我喜出望外,我拿回了自己的十几万,朋友自然是张敏,终于从李默默那搬回一局, 我开始想办法帮张敏,套哥,咱们今天中午吃啥。 哥,这个我不太会,你帮帮我。 林涛果然有两部手机,每次他把另一部掏出来,我就找机会跟他搭话,次数一夺。 林涛对我越来越不耐烦,下班后,他把撩骚用的手机锁抽屉里,我悄悄用起子撬开。 发现解不开手机的密码,他出门了。 张敏发来消息,我正在送外卖,开始留神宾馆的单,又是同样的小龙虾,熟悉的宾馆, 去外卖的只有李默默,我耐心地蹲到天敏,却是他和另一个男人。 每次张敏跟我说林涛出门了,我便绕几个宾馆打转,一个月来,我在电话里听见各种奇奇怪怪的声音,有一次跨肩硬的仗疼,我居然想到了张敏。 我赶紧抽了自己两巴掌,强迫自己清醒,锦东,你不要心急。 林涛很谨慎,最好不要跟踪他,张敏已经开始不带性地喊我。 我把之前拍的手机记录发给张敏。 张敏说,这不行,不能证明聊天的人是林涛,还没抓到证据,林涛就不出门了,于是我百无聊赖地,开始跟踪李默默,跟了半个多月,我拍下了四个不同的男人,其中一个是李默默的上司,电话里的王总。 我蹲在他们公司门口,悄悄尾随王总,差不多能确定他住哪,趁王总出门,我把洗好的照片从门缝里塞进去。 那天晚上,我蹲在他们家窗檐下,偷听里面女人的咆哮,我怅然地点起一根烟,原本以为抱负的感觉很爽,实际上也就这样。 毕竟,我真的爱过李默默。 王总的老婆,也是个家庭主妇,我盯着漫天的星星,没来由地想起张敏,张敏也在深夜里绝望过吗?抓出鬼不是挺简单的,他真的只想找我帮忙吗? 我的想法越来越出格,想到林涛有这样的老婆,还出去乱搞,如果我是他老公,我肯定,如果的念头一出,连我自己都吓了一跳,张锦东,你是个大男人,不能一辈子给女人当狗。 想到之前惨痛的舔狗经历,我赶紧抽了自己两巴掌,回家后,我听了好几遍清心咒,强迫自己忙起来,周末也去送外卖。 有一单,是南科医院的护士点的,这还是我第一次进南科医院,读中学的时候,我以为有性病的才去,后来才知道他们啥都知,我居然看见了一个熟人,哥,你咋在这呢? 我拍了拍林涛,林涛下得手里的单子都掉了,我帮他捡起来,还没来得及丑两眼,被林涛一把子抢走,他轻咳一声,没什么,有点不太舒服。 哦,我使了个男人见的眼神,林涛却没理会,深深地扫了我一眼,像对我有怨气,我被瞪得莫名其妙,心说我也没做什么啊。 哥,你看到哪个医生,我也有点小毛病想支支。 我像快狗皮膏药一样粘上去,林涛顿住了,目光里带着点探究,你也有。 对啊,就,有点痒,好像还长了点东西,我一通瞎扯,我也就跟你说,可不能让默默知道,怕他嫌弃我。 七,提到李默默时,林涛冷哼出声,他拍了拍我的背,小张啊,赶紧挂个号看看吧。 没准,你也被女人给害了。 林涛刚刚还瞪我,这回又跟我哥俩好,我琢磨着他那句言,心里突然有了伎俩,为什么林涛突然不找李默默了,有没有可能。 他发现自己得病了。 李默默天天乱搞,我不信他能不失邪,林涛没搭车,慢悠悠地在街上走,我脱下工作外套,远远地尾随他,每经过一个垃圾桶,他就扔一点碎纸屑进去,我几乎掏遍了街上所有的垃圾桶,才拼好一张诊断书,林涛果然得病了,是会传染的那种。 我赶紧把单子派给张敏,他只回了两个字,恶心。 林姐,那你,我紧张地盯着聊天框,过了很久才来新消息,明天有空吗? 我们见一面吧。 张敏和我约在一家茶楼见面,上来啊,他半已在二楼的窗檐。 优雅地朝我招手,张敏的手很秀长,轻轻一扬,差点勾走我的魂。 张锦东,你活该给女人当狗,我暗催一声,迷迷邓邓地走上去。 锦东,我真的要好好谢谢你。 昨天晚上,张敏犹豫了一下,林涛她,很热情,还好你提前告诉我。 什么?我戳着张敏道的清茶,脑子转了两遍才反应过来。 林涛这个不要脸的,自己乱搞得了病,还要把老婆拉下水,她安得什么心? 我愤愤咬牙,恨不得一拳把林涛的脑壳打碎,张敏的眼泪盈盈欲落,俨然一幅受了委屈又没法解脱的模样。 我才注意到她今天穿了条碧青的长裙,坐在茶室中人美如画。 敏姐,你再给我一个月时间。 不,一周就行,我咬牙切齿,我一定帮你和孩子解脱。 张敏把房子的钥匙给我,刚从茶室走出来,我就去了李默默家。 宝宝,去看房吧,我扬了扬手里的钥匙,过户手续还在办,马上我们就有家了。 李默默巨傲的昂头,是我的家,不是我们。 房子坐落在半山腰,阳台能看到海,李默默高兴坏了,对我的语气也温和了些,她的手机突然响了。 李默默接通电话,怒吼,开除我。 姓王的,你当时怎么跟我说的,能不能有点担当? 我瞥见备注是王总,心下了然,你这个耸淡,我真是瞎了狗眼才信你。 李默默破口大骂,我说了钱一分不能少,不然我跟你没完。 我处在他旁边,装成一个合格的木头人,直到李默默把手机砸墙上,李默默泪眼婆娑,轻轻靠我肩上。 哎,锦东,还是你最好。 他的眼眶里溢满了水,我却无端想到张敏的泪眼盈盈,没事的,宝宝。 我安抚道,以后我养你,林涛哥马上升职了,我也能跟着涨工资。 闭嘴,不会说话就别说。 听到林涛的名字,李默默又烦了起来,晚上,李默默准许我留下过夜,想到要和她睡一起,我有点处,趁李默默去洗澡,我把一片褪黑素绒在杯子里。 来吧,锦东,你不是挺响的吗? 李默默裹着条浴巾走出来,烟雨挑逗,她的脸被蒸得微红,浴一样的肌肤,曾是我的无尽欲念,我递过杯子。 李默默就着我的手喝了几口,直到听见响亮的磨牙声,我才开始行动。 第一次听见李默默磨牙时,我被吓了一跳,那时她是我心里的仙女。 只可远观不可禁闻,听见她磨牙后,我才有勇气追她,我拉过李默默的手指,小心地给手机解锁,软萌的壁纸中堆着十几只兔子,是她爱用的表情包,打开微信,我输入林涛的号码查找记录,什么都没找到。 哦对,林涛应该用小号,我顺着列表一路扒拉,看见一个大海头像,名字是L的男人,强烈地预感袭来。 我觉得就是这个,L和李默默只在白天联系,每次都提前约好时间,前段日子,L质疑李默默把病传给她,两个人大吵一架,但是也没法证明聊天的人是林涛。 我一路下翻,最后在李默默的手机中发现了十一个男人,加上我算十二个,不管有没有老婆,年纪大的小的,李默默来者不拒,我不明白。 我哪里没满足她,至于去外面寻找刺激吗? 吃午饭的消息,果然是群发的,更露骨的她,只发给其他几个人,是我不配吗? 看着这些淫乱不堪的字句,我感觉自己的心已经死了,是我自找苦吃,非要见识这血淋淋的真相,我拿出自己的手机,对于他们的聊天页面一个一个路过去,包括朋友圈。 最后,我重新输入自己的指纹,轻轻地把手机还回去,李默默已经睡熟了。 我趴在床边,看着她恬静的睡颜,五年的时光如流水般划过,初遇时也是这样,李默默上课睡着了,我有幸坐在她旁边,我爱的女孩早在岁月中变成了陌生的模样,而我要亲手揭发她,是时候和过去告别了,刘哥,接活吗? 我给送外卖的同事递上一根烟,刘哥鼻梁上披过一道疤,闲闲地打量我一眼,他是个名人,听过进去蹲过几年,什么活? 我递过李默默的照片,右手比了个五,帮我抢他的手机,我给你这个数。 现在是法治社会。 我早就不干这个了,六哥慢条思理的抽烟,真能抬价啊,我咬咬牙,又比了个一,六哥愣了下,扯开嘴一笑,行。 三小时后,李默默用坐机找我,要我给他买新手机,六哥非说要现金,在一旁数票子,这牛还挺漂亮的,是你小情人。 不关你的事,我冷面,开始给林涛发消息,我模仿李默默的语气,涛涛哥哥,我们渐渐好吗?人家超想你的,你还有脸着我? 我这辈子都被你毁了,林涛过了好一会才毁,哥哥我错了,你不要不理我。 我真的错了,只要你肯见我,我把钱都还给你。 李默默很有哄别人给他花钱的本事,他和林涛认识几个月,前前后后收了二十万,林涛那个并不难治,就是要多花点钱,我和张敏一合计,他把家里的钱管得死死的。 而我装成李默默约林涛,在金钱的诱惑下,林涛上钩了,磨到下班时间,我删掉聊天记录,剔除自己的指纹。 做戏要做全,我对A镜子狠狠地往自己脸上砸了几拳,整个下午,李默默一直用家里的坐机给手机打电话,每次都被我无情地拒接,又一个电话来了,我在他的破口大骂中勉强插话。 宝宝,是我,张静东,我刚刚撞上那个小偷,直接给你抢了回来。 宝宝,我厉害吧?我骑车去李默默家楼下,他压根没注意我脸上和歹徒争夺的伤痕,捧着手机仔细检查。 宝宝,明天带上身份证,我们一起去给房子过户吧。 我坐视搂住李默默,他一阵挣扎,听见过户两个字,才变出一张笑脸。 我约李默默晚上去开房,他也没有拒绝,张静东,你是不是不行啊? 我订了豪华套房,李默默泡了个玫瑰玉,他急不可耐地吐我身上。 被我下意识地推开,哪个男人能被说不行? 我有点恼,我去拿瓶香槟,来点情调,狠狠作了李默默几口,我紧张地瞅了眼隔壁房间,林涛居然比约定时间来得早。 在电梯门打开的一瞬间,我飞速闪进紧急通道,林涛按响门铃,李默默开门,笑意瞬间冻在脸上,怎么是你? 他皱眉,林涛美好气道,不是我还是谁,钱呢? 一句话点燃了李默默,找我要钱,钱你麻个币,说好每月打包养费,你就第一个月给了我钱,从没见过像你这么闹的男人。 真他妈倒了三辈子没,林涛发现不对劲,但李默默拽着他骂个不停,自己下面有病就赖老娘,我还说是你传染给我的呢? 你以为我看得上你那三分钟的玩意? 我去澡堂搓澡,都比跟你上床爽,你不会真觉得自己很牛逼吧? 李默默这句话太伤自尊,林涛也忍不了了,呵,看不上我。 当初是谁一口一个哥哥,臭不要脸的把自己送过来,不是玩得很野吗? 现在又装自己干净,见你第一眼我就嫌脏,陪你玩几次游戏还给我甩脸了。 我藏在紧急通道里,紧张得窥视这一切,林涛一口,翠李默默脸上,他妈的一个月要二十万,你还真说得出口? 要不是你死皮赖脸的求我过来,说还我钱,你以为我会理你? 什么我求你? 话音刚落,张敏从房间里走出来,林涛,你真让我失望。 这句话如同晴天霹雳,林涛嘴张着眉和尚,李默默也愣住了,老婆,老婆你听我解释,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。 林涛手忙脚乱地跪下,抱住张敏的腿求饶,老婆我爱你,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好不好,求你了,你说什么我都听你的。 那我要跟你离婚,你听吗? 张敏轻轻踢开林涛,面沉如水地走出房间,一只手伸来,拉出蹲在紧急通道里的我,我和张敏相视一笑,张锦东,你给我站住。 李默默从身后喊住我,我回头,做了一个对不起的口行,第一次,也是最后一次向这个爱了五年的女孩告别,你们听说了吗? 有个女的当小三,天天被袁佩追着她。 午休时间,同事们聊起八卦,我也凑了过去,越听越不对劲,袁佩两耳瓜子就把小三的脸打肿了,说见她一次打她一次。 那个小三还挺漂亮的,现在脸被划烂了,她的身份证号都被扒出来了,叫你什么来着? 我没有继续听下去,但是全城,大街小巷都在聊这件事,王总的老婆打烂了李默默的脸,还把她的三四个拼头捅了出来。 我没想到会看见家门口,看见李默默,她缩在墙角,衣裙凌乱,李默默捂着子肿的脸,指缝间全是血痕。 锦东,我只有你了,她抱着我,嚎啕大哭,你说过会一辈子保护我的,现在你又去哪了?我不介意你跟林涛坑我的事,我们重新在一起吧。 我叹了口气,你还是不知道自己错哪吗?你的拼头不要你了,又来找我。 你觉得我是老实人,轰轰就回来了是吧?李默默,我没这么好欺负,我不想再陪你完了,我转身就走,找了家奶茶店坐着,旁边的小情侣也在聊李默默,女孩轻呼,我的天哪, 她同时跟五个男的搞。男孩接话道,可不是吗?而且这些人里,真的有人把自己当唯一。 我偏头看了她一眼,她也满眼热忱,就像过去的我,以前我也会和李默默一起喝奶茶,她说什么我都附和,窗外有几个女人气势汹汹地走过,王总的老婆首当其冲,我按道一声不好。 急忙冲回家,李默默已经不在了,那天夜里,我躺在床上翻手机,相册里还存着李默默的陆平,是她和十一个男人的聊天记录,仅仅五个就让人惊呼。 如果我把这个发出去会怎样呢?我笑着摇了摇头,把陆平删了。一个月后,张敏和林涛离婚了,林涛被净身出户,张敏很绝,连看病的钱都没留给她。 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,我正在公司做工作交接,林涛婚内出轨的事,闹得满城风雨,还有人说她一穷二白全靠老婆,领导的意思是让我接替她的岗位,我才二十六。 能当上中层领导,身边祝贺的声音不断,离婚了,晚上一起吃个饭庆祝下吧。 张敏打电话给我,我含笑,正好我也升职了,我请你。 晚餐定在茶楼旁边的中式餐厅,张敏说这里很古朴,她很喜欢,自从上次酒店之后,我们一直没见面,张敏心情舒畅,举手投足间, 都带着笑意,像一块圆润的玉,让人移不开眼,我给张敏倒茶,今晚其实是想跟你告别的,我打算回老家了。 啊,你不是刚升职吗?我挠头一笑,我本来就不是这里人,之前为了,才来。 现在觉得也没啥意思,我妈年纪大了,我想回去照顾她。 我死死地盯着张敏,想从她脸上看出哪怕一丁点不舍,张敏用餐布擦了擦嘴,问问道,你有这份孝心,挺好的。 那顿晚饭我食之无味,张敏一直给我夹菜,笑着说以后再见一面不容易,后来我想,干脆喝醉吧,要是醉了,就能把那些藏在心里的情绪全部宣泄。 但最后,我还是什么都没说,夜风微凉,我拒绝了张敏送我回去,一个人在街上歪歪斜斜地走着,他突然从身后叫住我,尽东,留在这里,好吗? 我正正地转身,不知道该怎么回应。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